在一款50% 50%的公平赌博游戏中 你输光的机会有多大呢 假设你一开始的本金有100元 你赢一场可以给10元 输一场扣10元 那其实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它是一个等差数列 前每个区间之间发生的几率都相等 如果你设定你的目标是120元 它距离你的本金只有两个间隔 距离0元输光有10个间隔 那你会发现输光 跟到达目标价之间的间隔 会呈现5比1 也就是说你输光的几率会是六分之一 反之达到目标价的几率是六分之五 如果你设定目标价是200元 那本金100元跟0元与200元之间的间隔 刚好呈现1比1 那你本金翻倍与输光的几率都是50% 但是你都不满足的话 赚多少都不够 你目标价趋近无穷大 你输光机会趋近100% 最终你会发现 当你设定的目标价越大 你输光的几率就越大 设定合理的目标 不要让欲望无限蔓延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输光机会发现 我设定的目标价